我夫人很年纪轻的 他黄埔军校毕业出来才21岁 21岁 那时候他还没有结婚 没有 没有 一路看战 结果打到武汉会战以后 结果再过去就是 四十三九年 四十三九年 三十九年 打到这个事情 就是贵兰战役去 贵兰战役前期有一个叫 贵兰战役 贵兰战役是场立到什么程度 打了差不多有半个东西 打的就是说 最后就是他们这个炮兵也要上了 因为这个人炮炸也打光了 等于是前面的步兵都没有人了 没有人了 那最后只能炮兵要上了 只要是人就都要上 只要是军整都要上 结果就是打到最后就是把这个炮炸掉 自己把这个炮炸掉以后 炮床里 反正你不炸掉也不可能给敌人对吧 对啊 因为他当时和日本人打是不可能有胜算的 每一场都直接的 折面的战争 把自己的大炮炸掉 然后拿起步枪 我当步兵去了 我父亲那只猎物他是用大刀的 用大刀 那怎么跟日本人拼啊 打得就是说 这个昆仑官就是杀到这个炮炸 给他杀回来的眼 这个人最后就是 战争结束以后 衣服就是给这个 就是血喷着发黑色的 衣服上发黑的不是脏东西 都是血染的 血喷着发黑色的 它干了以后就黑掉了 对 血干了发黑的 发阴了嘛 他要说这一场战争结束以后 他觉得自己也是已经 不是不可能成了活的 也是死了以为 这个人就是 有一种就是迷茫症的 就是人就觉得 就是已经脑子像发旁一样 就是觉得好像 一直在打着 一直好像人就跟人在阴间一样 这种感觉 这个反正精神上肯定会受到一些 这个太疯狂了 他又又以后慢慢慢慢觉得 他有时候觉得自己咬牙自己 是不是这么了 是不是真的 是不是自己已经死了 已经死了自己想象了 对吧 或者是怎么样 常常试探自己 是不是还在世上 是吧 是这个状态 这种幻觉 这种幻觉 这种幻觉了 这种幻觉太长了 对吧 宽敬瓜战役以后 接下来就是贵兰战役 对吧 贵兰战役 贵兰战役 贵兰战役就是以后 就是重新左边 左边从最东边的上海 对 打到了最西南 对 南京 武汉会战 截截拜队 打到了最西南 这个就退到 也就是拜队 它是整个战略的需求 因为它当时 对吧 因为它当时就是说 因为中国唯一一个就是 一条就是从国外科医 就是说 有这个救援物质进来的 就是这条生命线 边缘战区 穿边缘战区 对吧 就是打通这条生命线 这个历史上都也记得了 后来就是远征军 对吧 打了贵兰战役以后 就是说 这个 就重新整编 整编以后 就是他们跟你需要 就重新整编了240 我父亲就整编到240里面去 240 240 然后就是说 沿着这边就是这个生命线 从这个缅甸 我们这个中国的云南 碗钉这一条 从它松山啊 什么铜骨啊 这一条形 一直流着过去 一直就打到就是说 当时就是 有一次这个缅甸 有一次英国的军队 给日本人包围了嘛 那么他们也把他们 就 他把他救出来啊 嗯 我父亲后来的政编 20040里面 他的市长就是戴安兰 他后来就暂时 他那是暂时在野人上的 他是在这个撤退的途中 哦 市长也也牺牲了 牺牲了 戴安兰 戴安兰这个人这个 他是这个是在 呃 这个是最惨的 就是说 哪怕后来再回国 在这个安兰 浦安兵战当中 这个一个 蔡眉长和司令员 一个兵战里面 对 那就是这个物资的重转战 物资啊 嗯 就当时就是西南 这个云南 不是当时一个叫空中 一个叫航线嘛 嗯 就是突风航线嘛 就是从那里 很多物资就是到那里以后 再到这个浦安一个兵战 一个就是提供点 然后把这个军队 再派到全国各地去 支援空障 嗯 对吧 他后来在这个浦安安当中 上面的这样的 带司令员 哦 那一段时间 对吧 后来也被调到这个川东 就是支援卧制这个 运输的队长 嗯 包括他管理的地方的军事 军事管理队长 都过一段时间 一直到1945年 嗯 后来日本投降 嗯 日本投降以后呢 他是去参加 就是日本投降 日本投降的时候 日本投降的时候 您父亲那时候 已经是什么官显了 我父亲那时候 已经到上校 已经到上校了 对对对 又在打嘛 就是这个 这个 级别也是很高了 对对对 然后他是 到了那个日本投降的现场吗 去的 就是日本 就是在这个南京签字医生 他们都去 都去的 都去的 参加日本的投降 也等于是见证了日本投降的那一刻 对对对对 都去了 那么后来他这个日本签字投降 南京投降以后呢 他又派往上海 来批人一起 来接受上海武松要塞司令总部 就是现在上海武松要塞 现在还有啊 对吧 这前几年不是为了搞经济 把他改成了吗 把他改成了 那里不去了 对吧 当时上海的武松要塞也是全国来说 切当要塞之一 它应该是最大的应该是 因为它是保卫上海人 对吧 当然是一切的 很重要的 对吧 在那个武松要塞司令总部的 主任和炮台司令 当然过 那么后来就是 到1949年不是后来 他们就是所谓的内战 对对吧 所以内战 他实际上也 内战是 因为这段历史描述的比较模糊 对对对 实际上内战的话总共是 发生了多长时间呢 是46年开始的 46年 1946年就是说慢慢就是说 基本上就是说 共产党在北方就形成了它的势力吧 对吧 特别是这个不是三大战 什么淮海战役 也就是说 也就是说内战其实没打几年 没打差 也就是三年时间 嗯 因为这个国民党的这个军队 基本上是在抗战的时候 已经都阵亡了 实在是没有人了 不知死了多少 还有凭良心过这么多年的 你要讲抗战的时候 是说八年 实际上就应该从东北来 九一八四百年 十四年 十四年 对不对 上一年就开始了 小的时候我们学的历史是八年抗战 对对对 包括我本人学的也是八年抗战 但是这两年好像慢慢的好像是也有改变 说是十四年了 对对对对 我不知道现在的这个学校里的学生是学了几年 但是对对 有一些地方有一些这个也有人会说是十四年 其实是十四年 应该是十四年 九一到十年吧 1931年 918嘛 从九一八开始 对对吧 开始抗战 一直到四九年结束 对 就是九一八的差距抗战 就是他其实在东山省这一圈 没有扩大到我们整个全国 对对 没有去全面修理一下中国现在 对对对对 当时已经搞了很长 北方已经搞了一搞去 有几个共产党一起在江西梁 对吧 最后发生这个西洋事变 就正在他的一个西洋事变 改变了中国的历史的走向 那后来那个四九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 那您父亲的话 因为是已经换了 换了执政党嘛 那您父亲 后来他的这个命运是怎么样的 那就是非常非常 那么当时呢 就是1949年 就是从46年开始 他们所谓的内战 我怎么说所谓的内战 不能说是 对吧 只能这样讲啊 我们也没必要讲的更明白啊 48年底49年 上半年 他们已经开始进入 通过南部地区 过长江了嘛 对吧 那么就是说1949年 嗯 五月底左右 上海就是 用他们现在的话叫解放 啊 就是所谓的解放 就是说 那么就是最后就是 蒋介石最后在1949年 五月二十号 二十一号 在我父亲都参与了 他们的这个军事会议的 那么蒋介石他一 就是说希望他们 希望他能守住 那么实在守不住 那就是反正你按照整个 是吧 这个活命政府的这个 他的战略要求 是吧 他再怎么看起他怎么走 那么结果呢 那那个时间已经是守不住了 那么实际上 那现在你们 所谓的什么 什么小米架步枪 哪有这个 这个肉黄群是所加速的 哪里一个 这个小米架步枪 可以把这就能力 去随便打垮 实际他们 他们当时可以说 将共产党得到的支持 苏联 强大的苏联 包括美国的很多的 方面的支持都有 最后造成 包括就是国民政府 最后你以前也看 你说美国和苏联支持 支持共产党的 对 那时候美国是没有支持 国民政府吗 对 因为你们知道的 都是社会上的 就是可以说 新疆的东西 对吧 实际上在这个里面 就是所谓的内战 当时就叫马修 对吧 这个就是说 他这个人权也是比较主派的 对吧 他就是说 在对待中国的这个问题上 他就是有很多观念 从当时 从他自己本人的看法来说 也是没什么错 他认为 一个主下现代文明的话 应该是多党制 对吧 那么他认为 就是有一个多的党派 能够和国民党竞争 能够保存下来 这不是坏事 那么他就是说 他倒过来以为 就是 当时这个国民政府 其实就是太强势 对吧 他是不懂得 我们东方领域的这种 历史文化 用他们的 架的理念来 判断我们 中国的东方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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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内心的 相争 争对的这种方式 里面是不一样的事情 对吧 那么 结果他上的很多 等于是 帮了就是共产党的 而且他当时就是 发生这个 你说他们的想法 美国方面的想法 其实希望中国变成一个多党制的 一个民主国家 对 但是最后这个旗呢 走着走着 不知道 变味了 变成了这个国民党 对 他们的这个 我讲西方人 他们的观点 他们的观点 他们 从他们本身的说法 没有错 是对的 但是我们中国人是 他真的好斗的很 几千年来 就为了相互不接的 互相争斗 就是一定要分个雌熊 一定要分个雌熊 一山不容奥虎 就一定把对方吃掉 不可能说两个老虎 谈判 我们一起管理这座山 不是这样的 一山不容奥虎 对 要么就是我不成功 不吃掉 要不我吃掉你 要不你吃掉我 我吃掉你就是说 中国人这个是 非常一个蛮狠的一种理念 对吧 那到时候我们整个 一百年以来 所以就导致后面 这个国民党 退到台湾去 对对对对 所以说最后就是说 是这个 在强大的苏联的支持 和那个 包括就是美国 在背后对中国的支持 包括就是甚至于 在这个关键时候 所谓的三大战友 反而就是制裁中华民国 这是美国做的事情 反而制裁了中华民国 而且对中国 中华民国实行武器禁运 那你想这个关键的时候 给你武器禁运 那还得了呢 那我在这里捆着手 给你打 对吧 最后就是三年就是 最后就是蒋介石 就偷到台湾 您父亲当时是 跟着一块去台湾了吗 我父亲就是没有走啊 如果走 我今天会奔在这里 我跟你到台湾 就是没有走 那么当时这个蒋介石 在彻底当时的时候 他的信心很大 他以为他能回来的 他说要回来的 对吧 在1949年5月20号 而且要开这个 在武松药塞开会的时候 他还觉得叫你们 你们要真的要走 他这个人还是比较讲道理 他说也可以走的 你还是也可以 但是如果说能够 就是说这个 关系问题对吧 家里的环境 是不是能适应对吧 那么当时我 我妈妈就是 我的这个外公嘛 家里就是说 就是两个女儿 就是我妈妈是大女儿嘛